洋葱和冰糖搭配在一起,没想到实在是太厉害了 就是这两种最简单的食材,可以解决我们很多的大烦恼 真的是省钱又实用 嗨,大家好,我是小苏,一圈森林求关注 洋葱是老百姓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 很多朋友在切洋葱的时候总会流眼泪 都会采用抹盐,冷水浸泡,或者是冷藏的方式 来去掉一些洋葱的辛辣味 而洋葱的这些辛辣元素,恰恰正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 大家就忍着眼泪,像我这样把它切好 洋葱的营养价值非常高 含有丰富的葱蒜辣素以及膳食纤维 还含有大蒜素、胡皮素、西元素 尤其是洋葱中还含有前列腺A 以及硫化物,对我们的身体好处非常多 圈烤物,乱打纯纹菜刀 我们把切好的洋葱放入碗中备用 接着烧上半锅滚烫的开水 我们准备一个小碗 舀上两小勺的洋葱丁 再舀上一小勺的冰糖 滴上几滴白醋 倒入开水浸泡五分钟 使用开水浸泡 更容易把洋葱中的营养物质释放出来 接着另一个小碗中 我们也是舀上两小勺的洋葱丁 再加上一块老红糖 几滴白醋 两大勺刚刚烧开的开水冲泡 浸泡五分钟让红糖融化 五分钟之后洋葱冰糖水已经泡好了 这个泡好的水喝起来味道真的是不错哦 洋葱中含有丰富的挥发油和白糖搭配在一起 对身体的好处真的是非常多 特别是进入三福天 我们总是待在空巢的房间里 喝一些冰镇的饮料 吃上一些冰镇的水果 特别喜欢摊凉 特别是女性朋友 我们用洋葱和红糖泡水喝 对我们的身体真的是非常友好 这里就不方便多说了 想了解究竟对身体有什么好处的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哦 点击关注才看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见